在你看到我身后这辆车还有这个 video 的时候呢 这辆车已经在马来西亚上市 那么呢 我之前讲过这辆车是有一个惊喜的价格啦 它在本地的价格是 238,000 起跳 那么它就是全新的 Lexus LV-S 我称它为小姐车或者太太车 但是实际上这辆车男女同杀 那么这辆车的优点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简短的影片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OK 那么这辆车呢 有一些朋友称它为豪华版的 这一个 Yaris Cross 呢 你可以讲对 可以讲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辆车其实它的轴距 跟这一个 Yaris Cross 是有差别的 Yaris Cross 的轴距是 2560mm 这辆车是 2580mm 所以它的车身码理论上是稍微大一点点的 另外呢 这款是采用了 Lexus LV-S 全新的家族式设计 你可以看到以前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一个 呃 手叫什么 仿锤式水箱护罩不见了 但是它就变成这个一体化的设计 其实我个人会更喜欢这种一体化的设计风格 然后它的这个 Nike 的日行灯 其实也变到没有那么的粗 那么的特别了 但是呢 这个眼神就很凶 然后加上这个 Lexus 的 Logo 其实它是真的不太像 以前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 Lexus 车款 然后至于在它的轮胎部分呢 它有不同的 Supplier 啦 有一些是用 Yokohama 有一些用 Time Lob 有一些用那个 Michelin 我刚才叫它那辆是 Michelin 的 它的轮胎尺寸是 18 寸 然后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这个轮胎噪音表现不错 而且因为它的宽度我没有觉得好像是 235 的关系 所以呢 它的 Handring 表现哦 会真的是一流 我跟你讲哦 我不会把这台车当成一辆 SUV 或者是当成一辆 crossover 我是当它一辆 Hatchback 来开 这台的操控表现真的是有出乎我意料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车尾的设计 这个车尾呢就是采用了时下很流行的这个 连贯式的尾灯设计啦 就是一个连着去的 整体的视觉效果还不错 然后马来西亚版本的都是有这个 Dawton 的 Color 车钉 就是这边是 Body Color 白色 这边上面就是黑色 所以层次感还蛮明显一下的 然后当然呢 它是有这个 Power Boot 打开这个 Power Boot 看一下 其实这辆车的层次确实是蛮小的 但是它的 Boot是我第一次看啦 我觉得还蛮 surprise 一下的 基本上你要放一个比较大号的行李箱 是没有问题啦 就是放下去 可是这辆车因为它是这个 Hybrid 的关系 所以它是没有 Spare 打压的 它下面就是这个不胎计那些 因为它主要下面是放这个 Hybrid 的电池组 然后这辆车呢在全世界的范围 暂时都只有 Hybrid 而已 是没有这个 Turbo Engine 或者是自然进去引擎的 然后咧 这辆车的基本上它的外观设计是这样啦 我觉得这辆车的车身尺码 其实它真的是蛮小一下的 但是呢 这辆车本来就是定位一辆程式车 如果在市区走走停停的话 Parking 容易的话 它的动力表现我觉得也在日常一般 那么这辆车争议最大的地方就是它的 Engine 因为本地不论为什么 讲到三缸它们就会特别的 怎样讲 反感 就是讲又是三缸 Engine 可是我印象中 以前马来西亚的汽车文化里面呢 是没有讲三缸 Engine 不难买的 你知道吗 你看像以前 Ford 的那个 1.0 的 EcoBoost 也是三缸啊 然后这个 Peugeot 的 1.2 ETH 也是三缸 可是大家都讲 哇 那个动力不错啊 油耗很深啊 就没有人讲三缸 Engine 不能买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大家看太多抖音的时候 会觉得三缸不能买 就是 Actually 我觉得个人对谁三缸呢 我是没有什么感受的 只要它给到的表现是足够的 我就好啊 我不理它是三缸还是四缸 那么这一具引擎 OK 就是一个三缸已经 1.5 公升 然后它搭配一个电机组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可以达到 136 PS 或者是 132 还是 134 HP 左右 然后官方表示它的 0 到 100 加速 9.2 秒到 9.6 秒左右 所以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呢 本来就是做回一辆这一个 城市驾驶使用的车子 然后刚才官方也是有一直讲 这辆车的油耗表现哦 满缸大概是 36L 左右 它可以行驶 960 多公里 那么是不是真的这样省 有机会我也来试一试 但是呢这台车主打的其实就是低油耗啦 如果要跟大家讲一下哦 这辆车它们在欧洲市场呢 它们的Darget是2024年卖2万辆 可是在前五个月呢 它们的订单又超过2万多辆 所以这辆车 其实算是目前呢 Lexus在欧洲最好卖的车款之一 OK 我知道我讲到三缸 你还是会有一点依难品 不用紧我们先来试下它的这个防震表现 OK 大家都讲三缸倒下 我们就来做一个测试 现在里面有人帮我踩着这个油门 OK 继续踩 我把水平放下去看它会不会抖 你看啊 我把水平放下去的时候 其实哦 它是有抖动但是不明显 然后那个水只是微微的震动而已 跟一般的engine差不多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三缸engine 里面是有一个平衡轴 去防止它的震动 所以这个是还蛮神奇的地方啦 里面一样水平放这边 然后well公平几件呢 我把这个单位切到底 现在是第一档 OK 然后我 来踩这个油门看下怎样啊 现在engine是kick in的状态 看到我一直在踩着 其实呢 它的这一个 呃 水平真的是不大会震动啊 所以这辆车咧 你真的是不需要去担心它这样 它会有震动还是什么啦 OK 玩完了这个东西我们就接下来讲这辆车 那么LBS这辆车的内装设计呢 我是超喜欢 虽然讲很多人真的是一直讲它 什么豪华Yaris Cross 豪华Yaris Cross 但是哦 它是真的豪华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Nano X的logo在这边 就是它有这个什么等离子进空气进化器 然后前面是配备了这个Harmon Carton的音响 门板上面呢 基本上都是软质的塑料跟皮革组成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steering的皮革 这个steering的皮革上面哦 有一种磨砂的感觉 摸起来真的很爽 听这个声音 讲真的哦 目前马来西亚的 所谓的豪华品牌SUV啦 不管是什么国家的都好 这个皮革都是输给LBS的 我真的是没有夸张 然后呢 再往这边看一下哦 它的这个触屏主机很大 基本上很多的这个车辆的控制 你都要从这边来控制 但是基本的像是这个音量啊 冷气的控制温度啊等等等等 都还是有这个保留实体按键 是一个好评 因为如果没有实体按键的话哦 其实真的会造成你这个操控上面的失误 然后这边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机座 水杯 然后这边也是有水杯等等等等 这一个排档杆呢 是跟很多的雷射车款共用 它是RXR NX等等 当然它在驾驶模式的部分 它有这个Eco模式跟EV模式 如果是讲在你的电池这个状态 足够的情况下哦 你打开这个EV模式 它就会以一个纯EV的模式来进行驾驶 所以这台车真的开起来很Smooth 但是动力表现我就觉得妈妈的 OK 然后现在还在看它的这个椅子啦 这个椅子我也是要给好评 因为刚才我们是从这一个 Lexus的Muttera Tamasara Showroom 开车开到这个Jandar by 来 然后这个椅子 我讲真的我会给它90分 真的除了皮革很好摸以外 整体的包袱性都很好 这一个座椅的支撑度 我真的觉得这座椅超舒服 刚才我真的是在里面车上还睡觉一下 因为今天人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所以稍微休息了一下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 这一辆车 真的不要讲是什么太太车或者是小姐车啦 其实男生开我觉得也蛮适合一下 另外跟大家讲 它就是有这个RX跟NX都有的这个电子门 只要按一下门就可以打开了哦 然后呢如果它是侦测到后面有车或者是有Motor来的话 你在里面它是不给你开门的 OK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空间表现老实话我只可以讲是一言难惊啦 前面已经调到了我的标准桌子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空位 基本上啊我就我坐下去的话 OK我试坐一坐 OK 我的脚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空间表现了的 我们就来试驾一下这个LPS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辆车 就是其实它是不是一辆太有利的车子 如果是讲你开过这一个Lexus UX 的话基本上它的动力跟Lexus UX 是非常接近的啦 就是一个比较平顺 然后就是做完一辆这个日常代步车的 这个动力表现 那么咧怎样的人会去买这辆车 我相信这辆车主要是瞄准那种 比较在城市代步的一些白领阶级 或者是一些富泰啦 因为这台车整体的开起来质感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跟这个Lexus UX 对比呢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Lexus UX这个2.0的NA 然后这个是1.5的这个自然进气加电机 然后它的电机马力是比较大的 你不要看它的综合最大马力只有132hp 就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电机的介入 所以这辆车起步还是蛮快的 尤其是在好像你要割车的时候啊 你吃出去的时候那一瞬间 你一踩油门 电机一介入的话 那个车就出去了 所以然后官方有表示呢 这辆车他们有去测试啦 就是整辆车就是打满油到油缸空 可以行驶900公里 那么你可能会讲就是买到这样子 价位车子的人哪里会去在意油耗 其实是我的话我会在意 但是我在意的不是讲 它可以帮升几多油线 它可以帮升几多时间 因为像我这样 我开我自己的车 一个月是少于1000公里的 所以如果这辆车可以 跑一个900多公里的话 意思就是讲 我打满钢一次油我可能一个月只需要重置点 这样子可以减少很多我去搭油的时间 所以这一点是符合我的需求了 当然符不符合你的需求就看个人 那么现在讲回这辆车的悬吊跟这个车身动态的部分哦 它是采用了这个加强版的GAP平台打造 虽然有一些人讲它是这一个Yaris Cross的豪华版 但是实际上它的硬件部分跟Yaris Cross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就例如讲它的轴距的部分 Yaris Cross的轴距是2560mm 当然是2580mm 所以有一个差别 拉长我这个轴距过后 让这个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稳定度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我该去check了它的数据 这辆车的离地高度是220mm 其实算高 可是当我自己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以为这辆车有点surprise的是 它的这个重心满低下 它完全不像在开一辆这一个SUV或者是Crossover 它比较像是Hatchback 你看啊我现在出头 我一踩油的时候 它的加速其实还算是OK的 就是它大概到了60mm之后会有一点点软 所以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这辆车并不是一个主打性能的 OK 接下来讲看看操控表现 因为它的离地高度比较高 我一开始我以为它可能车开车会比较摇晃 但其实不会 它的稳定度还是比较偏向O系的类型 所以新一代的这个TNGA的车款 你真的是不用去担心它的这个动态啊 然后它的这个车身的舒适度啊还是Handring不好 然后当然也因为它比较高的车身 所以它在弯道的时候它的这个body roll 会稍微明显一点点啊 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办法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还是蛮喜欢这台车的 就是我觉得它在拉高转速的时候 引擎的声音会有一点点超 然后轮胎噪音滚动会明显一点点 剩下的东西包括了质感啊 包括这个steering啊 然后包括桌子的部分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它是它的steering 它那个steering的皮革哦 真的是updust到一个程度 我相信哦 这辆车跟它同价位的豪华车款 像是BMW或者Mercedes啊 都给不到这样level的Ladder 这个Ladder摸下去有一点点那种磨砂质感 听那个声音我都有点很high哦 所以这辆车咧真的是如果是市区驾驶居多的话 然后你只是要求一个比较平顺的驾驶 然后比较一个舒适的移动过程的话 这辆车它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只是这辆车的售价就不知道你满不满意啦 不过实际上哦 我有去check了它在泰国的这个价格啦 就是其实马来西亚还是便宜过泰国 你先不要讲马来西亚的货币兑换率调 就算还是跟以前1比10来讲 马来西亚还是便宜过泰国很多 所以这辆车值不值得买就自己去决定啦 OK啦那么Lexus LVS值不值得买叻 值不值得我不敢讲 因为其实我本身还没有到那个level 但是今天我们在去这个活动之前呢 就有customer去到那个Lexus showroom看车 当然这台车很适合它的这个家人开 可能是它的太太可能是他女儿我不知道啦 但是好像很适合它的家人开 所以其实每一辆车来到马来西亚呢 都会有它自己的定位跟它瞄准的消费族群 可能它会不适合我们但是不代表它不适合别人 那么今天你觉得我会不会推荐这款车 我个人私心的话我是推荐的 因为我们该走这个Janda Bayer的山路哦 它的Handring是真的好 虽然讲动力是真的有一点不够 但是看待它这个配备还蛮丰富 有Harmond Carton啊 有8个Airbag啊 有这个Lexus Pepsi Season Part 3.0啊 然后还有这个不错的双控表格的话 我是推荐它的 那么你会给它多少分 如果满分10分我大概会给它8分 其实还蛮高一下的 那么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评分在下面comment啦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这个是一个简短的私家video啦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 拜拜